这个房子让我都很心动 不到190个的学区房 这么大的院子 泳池 近处的郁郁葱葱 远处大气的城市景观 晴天的时候可以看到连绵的圣改博山脉 冬天的时候可以看到雪山 咱们看这房子前面的间距有多宽 这么大的车道 石材的外里面 而且呢它还有前院 这个地方呢吃个烧烤打个麻将 这里孩子还可以在这里玩 不光是有后院 周围呢两个华人超市 还有很多饭店 生活非常的方便 这里呢就是齐诺港 大家好 我是在罗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 一进门右手边的客厅 这里是一个主客厅 一排大窗户采光非常的棒 这边呢是它的大厨房 这个厨房呢 如果你怕油烟 可以封起来 完全有这个条件 这边呢是位于一楼的独立的卫生间 还有它独立的卧室 所以这个房子在一楼是有卧室的 而且呢这边还有一个餐厅 所以呢它一共是一个小客厅 一个餐厅 一个大客厅 一个厨房 还有一房一位都在一楼 整个房子呢有3700尺五房的 它的占地呢接近8000尺 这里呢就是它的大院子 很大很漂亮 而且呢后面是没有遮挡的 这种近处的郁郁葱葱的绿色 远处的城市景观 咱们看模糊的那些背影 就是连绵的圣盖博山脉 冬天可以看雪 今天呢因为有雾 所以就看个轮廓 在这里要是放一个天文望远镜 看星星非常非常的棒 接着往下看 后面还有惊喜 咱们接下来看车库 三个车位的标准车库 你看车道上可以停几辆车 四辆 这边还可以停三辆 现在呢看到的是二楼的大客厅 对它二楼还有一个客厅 这边是它的主卧 看主卧多大 而且主卧是带阳台的 而且主卧还有一个客厅 你看到没 非常的舒服 这边呢就是主卧的浴室 它有一个衣帽间 非常的大可以走进去的 早晨起床之后 拉开窗帘 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景色 这边呢是主卧的一个阳台 观景阳台 站到阳台上 更可以近距离的感受这个大自然的魅力 晚上呢就可以看万家灯火 你再比一比那些光看房顶的那个 这个才是真正的观景房 窗过二楼的这个大客厅 这边呢是有三间卧室 其实你可以用来一间或者两间做办公室 这里呢是一个权位 因为它房间足够多 厅也足够多 随便都可以怎么安排 这边呢是一个次我 窗外都是绿色的 这边还有一个写字台 可以在这里办公啊什么的 其实这边足够做办公室了 这边呢还有它的洗衣房 有橱柜的这种 你看这么多的房间 想怎么用都可以 这种房子呢是挺难遇到的 一旦遇到了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你说对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